大家好 我是张鸾音医师 国内疫情趋缓 但是也不可掉以轻心哦 请海外回国者先通报 如果有下列情形就需入住防疫旅馆 一 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 6岁以下幼童 慢性病患者 2 没有含卫浴的专用房间 以上两者回国前请先完成订房 如果与家人同住 而生活空间可以确实区隔 且有含卫浴的专用房间 可以选择在援助所进行居家检疫 请在入境时主动声明 申报不时者 最高可罚15万元 短期商务来台者请预力入住防疫旅馆 最后请民众配合政策 守住防疫阵线 共同维护大家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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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股市打拼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公文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不 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万得不 我恭喜大家 恭喜大家 今天大家都贪到钱 有人说 老师啊 这个行情真的不错 我来说 这个行情 尤其是成交量开始萎缩当中的 你就可以很容易就看清楚 什么股票谁在股 对吧 谁在股 你看到人在股的股票 你就稍稍再买 你就贪到大钱了 所以这个股票没问题 你也不用害怕 你也不用怕 今天今天收 虽然今天只有小收两点 对吧 今天只有小收两点 可是周线连两红 连两红 今天成交量有两千多亿 有的人说 台积电不好 今天他是贴息 我跟你说 你不用怕 真的不用怕 台积电还是会涨 有的人说 老师啊 你也没在做台积电 你怎么说台积电会涨 来 我讲大盘给你听 今天涨了两点 对吧 那今天是要下浮震荡 那多数人都在看 对吧 那有人怪罪说 今天的电子股 他的成交量萎缩了 我来说你不用煩得多 你真的不用去烦恼这个问题 因为阿德要告诉你 譬如说 你们害怕的 譬如说台积电 哎呦 老师啊 台积电贴息 我来说 这是给亚人做的 台积电是有钱人在做的 那有钱人 譬如包括外资 他们买那么多参加主权出席 你认为他会让他跌吗 国际的热钱还在啊 所以说阿德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个重点嘛 所以你不用去反而台积电 你反而要担心一件事情 说 现在如果成交量缩下来 哪些股票有人在做 说很简单 有人在谷 他如果谷真的谷票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买到低点 买到低点 他就冲出去了 这是阿德想跟你说的 所以说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啦 有的人说 你可以找一支说 有人在谷 有啊 真的有人在谷 这支啊 叫狂喷的小标嘛 为什么说我今天在星期五的当中 想跟你说 我要送你的股票 因为我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 这件事其实很简单的 股票你看 像合一生华科中天材料 这种股票 有人在谷吗 有人在谷吗 今天星期五的当中 你在烦恼 你想想看 今天会表 会噴的股票 都是有人在谷吗 都是有人在谷 既然有人在谷 你如果跟他买 量缩 人在吃肥鲜 你跟着进场 你就能勤勤勤勤勤去贪到钱 这是 这礼拜 这礼拜 包括说合一 你看 这礼拜阿德不是说 你放心啦 你就放下来 但你去喷 他要喷了 他压不住了 他果然就喷了嘛 对吧 你今天如果有一千万的人 你带阿德做 你今天超过五千万的资产 包括生活科 阿德也跟你说 也是跟你说得很白 阿德进场加碼 我也在电视就来说 我说 这跌停 这滴下来 今天又滴下来 你敢买 你不敢买 阿德买给你看 阿德等一下证明给你看 重点在哪里 重点说 你的法国这股票阿德说的 都是有人在照顾的 既然有人在照顾 他就会一直转 就会一直转 所以大盘有什么好担心 不用担心啦 很多人担心说 哎 中共在演习呢 军演呢 反而是好事啦 有些我来说 以前好像是说 我们跟美国断交过嘛 对啊 最近美国就有一位重要的人士 他们的国务卿 次卿嘛 来台湾 名叫克拉克 其实这个好事啦 为什么是好事 你要想说嘛 以前在中美断交的时候 对吧 我爷爷在讲 去台大要看医生 医生都跑掉 都跑掉了 为什么会跑掉 大家怕 很多官员甚至都赶快去申请绿卡 偷偷的 偷偷啊 偷偷的去申请绿卡 为什么 怕嘛 那怕的时候 台北 那时候台北的宗孝东路 武断那时候还很 很蜜蜜的啦 那时候五段还很蜜蜜 四段也很蜜蜜 所以现在台北市政府 那时候还很荒凉啦 到时候还倒田的 在靠近中山北路这边啊 那个房子多便宜啊 那如果你敢买的话 就赚大钱了 所以说我常常讲说 每一次的 如果大家都认为 害怕的时候不敢买 缩手的时候 反而股价便宜 有人在顾 台北你就赚大钱了 所以我今天也是这样说 这是还没开盘的时候 我就这样讲啦 其实我简单的讲 大家都知道啊 今天政治因素跟经济因素是不是强强滚 今天也刺青来 很多人都说 会发生那台海两岸 会冲突会怎样 说那你都不用烦恼啦 我们还是从经济去看的时候 你可以探很多钱 譬如这个柯拉克是何许人 也其实很简单 我来介绍一下啦 因为这很重要 其实它就跟我们未来的选股很有关系喔 有的人说 真的吗 真的啦 因为它其实创立了四家公司 都是赫赫有名的啦 包括工程软件 包括机器人 包括教育的 包括电子商务的 你不要看这个耶 比如说电子商务 我要举一个例子 电子商务 它跟阿里巴巴 刚好差一个88的BA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阿里巴巴去参观 他这家公司 参观就会去中国 创立阿里巴巴 所以说 ARIBA 后面这颗BA 叫阿里巴巴 所以他就是说 真正的公司是这个柯拉克创立的 你不要看他这样耶 他的年月有1.7兆耶 他是在做B2B的十足 你听得懂吗 说到这里就有幸福了 为什么 因为未来的三国 譬如你包括电子商务 你看中国跟美国 也打来打去 对不对 对不对 打来打去 为什么美国会叫他来做 父亲 为什么 因为就是要打中国 所以阿德 你看最近阿德在跟你讲 连续在跟你强调 现在跟中国的供应链跟美国的供应链 从此要分道扬镳了 所以你参观的时候 你如果能避开一些 可能会被处分的 然后去买一些 以前你都没有感觉的股票 就会赚钱 所以有人说 老师啊 你要分析得多 你没有大家付一支了 所以我花三天的时间告诉你这个 这支股票有空吗 空有空啊 连阿德的会员 包括阿德的拿到这档股票的人 通通追高 他很强 阿德进行介绍过 那为什么我再跟你介绍这一档股票的时候 我一直跟你强调说 中国现在在强力的推展半导体 这你就知道了 所以说你如果想法也会说 最近你都大家口头散 跟阿德一样说 你不要跟大家分析这么多 你就让我四个盒子 会赚钱就好了 一支赚钱的股票才是知道 所以我就送你了 我送你的时候 你有感觉这种股票很棒吗 有什么很棒的 基督你很简单 因为这种股票就是现阶段 中国跟美国分析以后 未来要拼 包括我来举例啦 比如说天上的人造卫星 同样嘛 要拼吗 要分 云呢 最近阿里巴巴要创造什么 云原生 也是要分析 你现在就知道阿德给你的股票就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说 我就在强调说 你拿去就对了 那很多人就讲说 包括昨天 包括今天早上 老师阿 你这种的叫做记者股 以前记者只要 只要这档股票要写的前一天 通通会大涨 这都去一天而已 我说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为什么 因为他 来 在这 叫做成长一倍 他就不是一般的人在说 我给你记者股股一天就没有了 不会 而且他很便宜 来 我们看一下 对吧 没错吧 因为老师你今天动作有点慢 所以你追高 对啊 追高啦 拉回来 我想说拉回来可以吗 结果 啪啪啪 那你有拿的人我恭喜你嘛 那这档股票你一定要报好 为什么他也不同 我再来说一遍 他不一样了 这真的真棒 所以 之前阿德跟你说的顺便是在这 二十几块 我说你稍稍的就来买下去 这种股票你稍稍的就来买下去 它是有料的 以卫星在竞争会受惠 现在中美如果一分为二的话 这种股票未来会大气 蛤 是吧 所以我跟你说 说那么多要做什么 我就给你一支股票 分析再多不如一档会赚钱的股票 那便宜你就买 对不对 所以我说那么多有的人说 老师啊 你说那么要做什么 你穿的合衣 贪那么多啊 你还不买 还不卖 其实道理很简单啦 我要跟你讲说 有很多事情 如果你想想看 我为什么跟你介绍 副顶 因为他在低档啊 那如果我今天买了三十几块的副顶 28块的副顶我也介绍你 也有买了 那现在三十几块的 亮灯涨停板了 改天喷出去了 那如果他要涨一倍两倍三倍四倍 因为他是趋势啊 如果阿德整个产业弄掉 他会不会像合衣一样 有道理啊 因为你如果低档买了 现在已经 哇 恐怖啊 当然是阿德 跟你说的时候 你有什么 都压不住 压不住 压不住啦 你压不住啦 只有这星期就61块了啦 这个礼拜就涨了61块了 不要说什么啦 我就跟你说 他压不住了 你等到那里就等到就对了 我经常说 你如果要做股票 一定要找阿德 因为阿德告诉你 包括电子包括生计 真的要赚 很多的 你来找我就对了 想说我首先跟你说 我没有跟你说 你如果有1000万你现在有5000多万 你有100万的人 跟着阿德合一 那你有什么 500多万 对吧 所以我来说你这种 你不用管他 他压不住了 他压不住啦 所以我就说你担的啦 你让他喷嘛 所以我在想 我也说你今天 你有5420万 你有5000多万的人 你什么感觉 很高兴嘛 因为你的资产膨胀五倍啊 如果你现在有500多万的人 你会想象中 当初你才有100万而已啊 所以你跟着阿德做 是赞的嘛 所以我今天 给你的讯息来 你是我的会员 你可以把他造起来 阿德是要跟你说这个 为什么不卖 一个重点 你跟着阿德 阿德跟你说这个重点 因为阿德认为他 还有很多 空间 要让你赚 你赚 我也知道你不敢买啊 譬如包括这支 铁大英雄 他已经赚了100多% 是200多%了 你是我的会员 我通通都有 这两档都有 所以我发 通通亮灯涨停 无论你赚多少 都不要卖 不要卖的原因不是说 阿老师阿 你一定股票贸的 一定一定贸的 不是 你的趋势是对的 你的趋势是对 你就一直来买啊 一直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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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今天跟你说 不是说今天说 核一掌每个人都说有 不是勒 我是来说 你要看我有时候 你自己看 我拿证据给你看 我说你看你先放的 他会噴啊 让他噴啊 到现在噴了 已经噴了 那接下来买什么 接下来买什么 所以说阿德通一开始 我就说你一定要买这种股票嘛 因为这种股票 其实道理很简单啦 我跟你说 今天我要给你的 就是狂奔的笑 标嘛 今天呢 真的 那我要给你 我认为 譬如包括副顶 你有感觉他很熟的吗 哇 很熟的啊 那我问你 便宜的时候要不要买 便宜的时候要不要买 你今天看到核一 看到副顶 你有没有一个比较观念 有 如果你买到70块的核一 你今天五千多万 我只要告诉你 你再买就好了 因为阿德认为还有很大的空间要让你赚 如果你今天有100万的人 不一定啊 你有可能变1000万 千真万确呢 为什么阿德要秀 我的内部讯息给你看 因为包括我的会员都在看 如果没有我不敢把那个讯息秀出来 对吧 所以说阿德来说 你要买高票其实很简单的你就追到趋势 拉回的时候就买 因为拉回来量缩一定有人顧 他一定有人顧 我说一支股票给你看 这支股票大家都有印象吧 这支股票 这支股票 别再说 没人敢买 对吧 我拿证据给你看 这支股票今天亮灯暂停 有利害吗 没利害啦 今天亮灯暂停 我每个人都说他很棒 可是我来说你如果昨天9月17号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 你任何等级 你把手机拿起来 我再秀这个 不是要证明说阿德很准 我是来说 这支股票如果有人在顧 扭下去你一定会赶务 今天不管你是贪七十多% 还是贪一千千万而已 通通在一个正确的点 那个股票有人在顧 你为什么不赚他 所以说9月17号9点47 不是最低点啦 不是最低点啦 是低点啦 9点47分 市价加码 买进 这支叫做小标兵 对不对 这里的 价位是 赚钱的加码点 好来啊 重点来啊 重点来的 今天我从昨天的讯息 包括你说所有的会员 包括你昨天有看到的 前天有看到的 通通有 阿德是不是跟你说 问题 这支股票 它是要跟合一拼的嘛 所以你看他今天 挖起来 合一 噴出来 对不对 好像同一时间嘛 所以我看 你看这种股票 不是跟你讲说 亮灯 暂停 恭喜而已嘛 我给你 你如果是我的会员 请你把 手机拿起来 照起来 看看 是不是真的 所以说小标兵亮灯 涨停 我今天跟你讲说他涨了47% 还是昨天买的 昨天加码 今天就亮灯 赚了一根涨停 那都不重要 那都不重要 我只要说 他可以说三支股票 你要想看看今天亮灯 这是没有人 所以说我今天 今天星期五 我要给你的就是 有人照顾的股票 对还是不对 有人照顾的股票 照样赚 所以你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 通通不用拆 不用对号码 通通不用加QR Code 只要一件事情你打电话进来 我只告诉你 只要有人顾的 像这种行情 你都可以很容易找出来 照样赚 亮说吃货 狂喷 狂喷 小标嘛 电话打开来就是你的 轻轻桑桑的谈 有没有轻桑桑的谈 打电话等一下再介绍 进广告 台北股市自立救济方案 888 买一送一再加一 让您获得最大的资源 成就最大的获利 支付专线 022-8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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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全新的操盤策略 全新的尊榮服務 創意理財 尽在亞太國際投顧 零二八五一二五八五八 漲停 漲停 又漲停 你抓住了嗎 零二八五一二五八五八五八 零二八五八 台北股市自利救濟方案 888買一送一再加一 讓您獲得最大的資源 成就最大的獲利 支付專線零二八五一二八五八 國安 我在股市打拼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棉權 我靠的是鑽 大家有 很多人愿意来找阿德的原因 就是说阿德给你一档股票 我是长期的追踪 如果他趋势是对的 我会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点 叫你个账码 因为你可以赚很多 所以说你发觉 今天很多人讲升华科 很多人讲合一 很多人讲中天 都没有关系 股票不是阿德一个人 说他会涨停就涨停的 希望大家都来 重点是什么 我经常说 有没有把它轻轻松松的赚起来 你看今天的升华科 如果你在拉回的时候 我会说老师阿 很多人在讲说 你能赚60% 最高已经赚得到将近80% 为什么拉回来你还要买 因为有人过 所以说我给你看的就是说 你看看 拉回来9月17号 就是昨天拉回来的时候 我说市价加码 对吧 你是我的所有的会员 所有的会员 抠讯会员 你把手机拿起来 你可以对 那我在讲这个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昨天愿意拉回 有人过的股票 但买了 今天就轻轻松松的 把它转起来 没有错吧 你就轻轻松松吧 再转起来 昨天买 今天掌庭 就轻轻松松再转起来 这就是你的 不管你探74% 还是探一支掌庭板 那就是轻轻松松再转起来 这就是我们在做股票 就一直强调 不用太复杂话 轻松就好 简单就好 现在大家人都感觉他很好 这样最好 因为大家来共襄胜举 因为他会跟 4743的合一 大家来拼看看 大家来拼股票看看 所以我经常说 股票也同样 生华科也同样 拉回如果有人照顾 拉回追趋势 买拉回 拉回有人过 你不赚钱都难 今天我要送他 你思考一下问题 如果合一我再讲说 你不用怕 你就放着 因为压不住了 那天说的时候 到今天差61块 差61块 而且我的测标 写得清清楚楚 我从来没有改变 我说你放的 让他喷 今天你如果有一千万 我们带阿德做的人 你已经超过五千万的资产了 至少要喷个几天吧 所以说叫你买或许你不敢买 没关系啊 那我们来买便宜的啊 所以说这种股票 如果有人在告 现在照样赚了 所以你电话卡在里面 你要想说 亮说如果要吃货 谁在吃 一定有钱人在吃啊 这种股票 像合一像生华科 像中天像材料 有没有轻轻松松 让你赚到钱 不用急不用追啊 拉回来买 因为你很明显就看到 这种股票一定会让你亮灯涨点的 所以说阿德华的讯息 你是我的会员 你把手机拿起来 你可以照起来 这支股票 如果你有1000万 你已经超过5240万了 这样是代表什么 股票就很简单 有人在告他就会去啊 现在亮说最多好啊 亮说刚好我们来找 这种的 这种的 这种的一定像合一中天生华科 材料一样很会飙 因为亮说有人在吃货 你就能轻轻松松松的摊起来 来电话你再卡在里面 狂奔小彪马 私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